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不用再随时喷酒精清洁手部和全身 但是双手的清洁卫生依然相当的重要 尤其是年幼的孩童 实际医院响应世界手部卫生日 就透过了洗手歌、带动跳 示范正确的洗手步骤以及卫教宣导 提醒民众要避免病虫口入 守护健康 无息无保闭 5月5日是世界手部卫生日 华林慈基医院院长林兴荣 带领团队透过洗手歌、带动跳及卫教宣导 提醒民众洗手的重要 并强调正确的清洁双手 能避免病毒和细菌的接触感染及病虫口入 并以颜料示范正确洗手 内外夹工大力碗、气步骤、无息无包庇 5月5日是世界手部卫生日 在推广洗手、内外夹工大力碗 我们也到病房抽策了 我们的医师、我们的护理 百分之百都一百分 所以很感恩我们的感控小组 过去这几年都真的是推动得非常好 其实手部卫生 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不断地在推广 但是可能大家都会遗漏这个小小的动作 但是手部卫生其实你做得好 是可以预防很多的医疗照护相关感染 那也可以防止自己受到细菌病毒的一些侵害 所以洗手这个动作 就是小小的动作很重要 然后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效果 洗手50剂 包含吃东西前、抱小孩前、看病前后、上厕所后及醒鼻涕后 世界卫生组织自2009年起提出拯救生命、清洁双手 将5月5日定为世界手部卫生日 花灵慈愿希望借手部卫生日活动 提醒大小朋友、尤其医护人员 不要忽略看似小小的洗手动作 却可以发挥很大的保护效果 记者长帮演、华林士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و 随时图